接著我們來跟大家介紹一下樓中樓的部分 那這個部分呢我們放在 就是第13檔的這個 設計山裡面 你可以找到這裡有一個 樓中樓跟斜屋頂的 你點進去之後就會看到我們的教材在這裡 那我們呢 就從下面這邊來看一下 樓中樓各位應該知道意思啦 那我們一般比較常見的有幾種方式 一個就是像小木屋上面有閣樓 他也是樓中樓 那麼另外其實在一般建築裡面大家常看到的 像這一種 這個是層燈 就是那個叫做 樓層的層 層燈 他會在像這個 天花板啊就是在隔出一個空間啦 本來說 本來我們可能 空間是這麼高 對不對 那他在上面就在隔出一層 隔一點點空間 那這裡也可以做為什麼 管道間 就是有時候比如說你們家的冷氣啦 還有像那個 燈的電線啊 他們也會把它收納在上面 好像你可以看到像這裡啊 像這樣子啦 甚至家裡面 這個是真正的樑 對不對 我們的樑 他是長這樣 但是有很多他也會做假的樑 就是把它包起來 比如說像冷氣的那個 他們可能就會裝在這邊 好裝在這邊 那後面的 那個排水管啊 還有濃煤管啊 他就藏在這個假的樑裡面 然後帶到戶外去 好所以這個其實是很常見的 那我們往下看往下看 有沒有像這個就很標準的 這個就是 成燈嘛 因為他把燈坐在這邊 打到上面去 那這樣子的話呢 你又不希望看到他 所以我就可以把這個空間隔出來之後 他打到上面去這樣 再透過上面反射下來 燈光就比較柔和 好所以如果你想做這樣子的 或者像我們一般在教室裡面不是有那個青鋼架嗎 對不對 青鋼架的話也是像這樣子 你就可以有一個 小小的 格出來 好那 另外一個是像我們小木屋 小木屋其實我們在 看一下作業這邊就有了 小木屋小木屋這裡 你可以看到我們這個小木屋的話下面 這邊 在這個地方 他也會有格出一個高度對不對 因為通常在 這種的 我們要 就是防草嘛 所以他會把 房子稍微往上一點 這樣這個濕氣就不會上來 所以他這個 要放柱子的地方 怎麼樣 就是要有一個高度 所以這個都可以用我們現在所謂的樓中樓的方式來做 那這樣各位呢大致上了解了 他的一個使用方式之後 我們現在就來看看 你在使用占地裡面 該怎麼樣來做 好不好 來 好那 一樣的 我們就 從這 你可以從這裡按 也可以從這裡 都沒關係 基本上從這裡按加的話 這個地方的加就是一般的增加樓層 但是其實說真的 這兩個 事實上意思都一樣 只要你知道就好了 好你看我在相同高層增加樓層 按一下 好按完之後 各位可以看到 我們這個地方有沒有發現圖示有點不太一樣 這邊多一個等號 那 我現在呢就在這個樓層3 我來點兩下 你來看看為什麼他會加一個等號 其實你現在就發現了 他們有一個 共通點 有沒有發現 樓層的高度是一樣的 代表什麼 雖然你現在增加一個樓層 也就是說 不管我現在在幾樓 你如果在二樓增加的 那我當然就是跟二樓一樣高 所以呢你現在 等於說我現在有一個 這裡是假的 這裡是二樓 這裡 這裡是一樓 這裡是二樓 那你等於多在 同一個位置我多了一個空間 那你就可以在這邊再繼續放 好那我現在要 的是就是如果說 我現在呢 是要我們先從上面做這個 格尖好就上面的這一種的 我可以 先把改怎麼改呢 你看 我們在這裡如果說 我想要上面大概預留 大概30公分 好 我這裡 留下30公分 當作是我那個 就是層 層板的一個厚度 那麼你想想看 我們在下面這裡 本來這個高度是多少 這個高度是 250 現在呢扣掉30之後 剩下的這個高度 是不是剩 220 那你現在剩220的話呢 你可以思考一下 所以 我 如果說我在這邊要放一個 燈具啦 給他一個 像樓層一樣的 所以他的樓高其實就不應該再從這邊開始 對不對 以我們這邊來講 二樓 的高層是多少 你看我們這邊 二樓高層是262嘛 但是我現在呢 等於說我現在這個資料 我要從 這個地方開始 就從這個地方 所以我就把我的262 要加上我們 下面的高度 加上 220 220 也就是我 這一個 一半的樓層 我要從 482 482這個地方 往上蓋 往上面蓋多少 30公分就好了 只有往上蓋30公分 好所以我就可以來這邊改變一下囉 那我們來試看看 來 這裡 把他的高層 改變一下 482 對不對 230 220 我應該變230對不對 還叫掃30 原本是 220 對 好 那 這個呢 我們就把它設為就是 管道好了 好 按確定 好 按確定 各位你可以留意一下 當我這邊改變了之後 這個符號就會消失囉 有沒有 就不見了 不見了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 既然這個會不見 我們來這邊 你可以再加上一個 就是 我用地板就好了 如果我們要像剛剛這邊 一樣 我們想要有就是類似像這樣的效果 那我的 那個 地板就是不用全部框起來 對不對 就在外圍做就好了 好從這邊 這裡 過來 過來 好這邊做一個 那我這邊再做第2個 好這邊做一個 那我這邊再做第2個 好你現在來看一下 我們這裡 有沒有發現 我們上面這邊 現在是不是隔間就跑出來了 所以你燈打在裡面的時候 它就不會直接照下來 這讓各位有了解了嗎 好所以你可以利用這個方式 我們就可以很輕鬆的就做到 就是剛剛那樣的效果 好所以 如果你在這邊有打燈 那自然它燈就是 打到上面去 它不會直接照到下面來 這樣有了解 好那相對的 如果是像小木屋 像你要做小木屋 我們很多小木屋 不是會 像這樣子 床會擺在這裡嗎 對不對 有一個樓 就是有點像我們講的 小閣樓 小閣樓那樣的概念 那這個時候呢 你就可以怎麼樣 一樣的方法 我們在這邊 就是你再增加一個 只是它高度 就不是像我們隔間那麼小 那 這裡呢 我們試看看好了 一樣 我再增加一個樓層 其實你從這裡增加樓層 跟從這裡 意思是一樣的 因為 除非你的高度跟 下一層樓 有一模一樣 不然的話其實做出來 它的原本那個等號都會消失 好這個我們做那個小閣樓 那 這個時候呢 我就希望說 它那個閣樓就不能太小 對不對 我們預設是250 當然你要做挑高也可以啦 你把它挑高之後 我再 把這個空間再多做出來 也OK 這就看你自己怎麼決定 那我現在呢 先 就是 從原本的 就好了 就在這邊 我就拉一個空間出來 那這個 高度呢 我比如說留100公分 那這個時候你就知道下面只剩多少 150公分嘛 所以你看一下 二樓的高度原本260 那我現在呢 262 我現在加上150之後 就是我 蓋那個小閣樓的 起點 好所以我在這邊 262加100 就是多少 362 好所以在這個地方 我就把它改成 362 那我的樓高當然就沒有到250囉 因為我已經減掉 150了 只剩 樓高就是100公分 好就像這樣子 那你可以看一下按確定 好確定好之後呢 我們就來試看看囉 一樣 我可以先把 這個地板先畫出來 我先找到這邊 靠過來一點 好 那你來看一下我們把地板 先畫一下 到這裡 好到這邊就結束了 來 你來看一下 有沒有發現 會變這樣 這裡是不是就有個空間 就格出來了 而且這個高度就是100公分 好100公分 那 請問你這邊 一定要像這樣三角形的嗎 不一定啊 如果你想要 想要讓這邊 這樣 遠遠的可以嗎 有沒有同學知道 如果你想像我剛剛講的 這樣遠遠的 要怎麼辦 要怎麼辦 用地板不能畫出來啊 要怎麼畫 有沒有同學知道 大方知道嗎 大方知道嗎 畫園的 對呀對呀 你還記不記得我們在 呃在樓下這裡啊 我們不是洋台有凸出去嗎 我們洋台是怎麼凸出去的 你家 我們洋台不是有做一個弧度嗎 上禮拜的 這個好像是 上禮拜的 有沒有同學知道 上禮拜我們怎麼樣畫那個 畫那個洋台的 但他 有點弧度的 彥琪知道嗎 不知道 不知道好 沒關係 我們SYUM3D他有一個比較特殊的就是用什麼 用牆壁呀 牆壁的話他就可以怎麼樣 就可以做弧形的 所以如果我們現在在這裡 那 我地板我先拿掉 反正你現在只要在小閣樓 他的地板的高度就已經是我們剛剛的那個 高度了嘛 所以不管你畫地板或牆壁都可以 好就用 這個牆壁你看 來這邊 畫過來 那如果你在畫的過程裡面你發現 這樣 好像沒有辦法很 就是 微調 因為他會預設會吸附嘛 你可以按下鍵盤上哪個按鍵 這個 鍵盤上有一個Alt對不對 他就可以暫時取消吸附 你看我從這邊 按住Alt 好這個時候我就可以比較 精準的 放上來 好到這邊我就停 就點兩下 因為他已經是封閉的 但是重點是我先回到箭頭 當我移到這裡來的時候 好我點 我去點到 等一下 我移到箭頭 好 那我點到這個牆壁 你看看他 有沒有 這裡 這樣子就可以 變弧形 那至於說你需要的弧形多大 那你就 看你的需求 好 如果你需要 比如說我到這裡 但是 可以靠近來一點點 OK 我現在可以確定這個跟這邊是封閉的 就跟我的牆壁是封閉的 那我就可以在這邊點兩下囉 再 用 地板的工具 就建立房間的工具 在他的裡面 沒有 表示這邊牆壁不行 那我就要 把它填滿一下囉 從這邊 再把它畫一個 再畫一個過來 因為我剛剛這個 這邊 有沒有 這邊沒有起來 它就沒有封閉 而且我這裡 有一個小破洞 有看到 如果 這個牆壁有破洞的話 它就沒辦法自動產生地板 所以我必須要把這個破洞 把它補起來 你可以靠近一點點 Ctrl加滑鼠的滾輪 靠近一點點 好我現在回到箭頭工具 把它拉進去 你如果拉不進去就像我剛剛講的 按住Alt 砍到裡面來 好確定我把這個洞補起來了 這個時候呢 我再來怎麼樣 回到 地板的工具 把它 在裡面點兩下 有沒有這樣子 我們就自動產生這樣子的 無形了 好這樣就做出來了 那 做好之後你再把這個拿掉 自己也可以 或者要把它變矮都好嘛 你就可以把它拿掉 我們來看看 看看這邊 這邊 有啦有啦 可是因為 被樓梯又 卡掉 卡到了 因為剛好這個位置會被樓梯卡到了 拿過來一點 因為剛剛這裡有牆壁 所以這裡沒有做到 變成一條洞了 這樣各位了解 對不對 那下面就是 你現在看到這個空間 我把 這個變成 半透明 修改3D視點 然後一點點透明 這樣你從這邊看的時候就比較清楚 下面就有150公分 上面是100公分 那如果你需要一個那個樓梯 你就可以再放上來 像我們在樓梯裡面 在樓梯這邊啊 其實有一個就是類似 像那個 Y 在這裡 有沒有一個爬梯 這一種的你放進來他就是 一樣 碰到他就會打洞 只是高度你要改一下 因為他高度預設比較高 就是250的 有沒有這樣會爬到上面去嗎 這樣不行啊 所以這個要拿下來 這個要拿到這一層樓 放進去 你看一下 他會這樣上來 我把 牆壁 有沒有這樣他會打洞 只是這個高度 你必須要把他往下 放不下來的話 就是變成你只能壓扁一點 是不是這樣就可以爬上去了 對不對 這邊的牆就不用留著了 因為我們剛剛這裡的牆 只是為了要做什麼 為了要做那個 那個地板的 好點錯牆了 這個管道格樓 我們剛剛畫的應該是 這個 這裡還有一個 我從這裡也可以選 選擇物件 這裡 選擇 Delete OK 所以如果有時候各位你不好選的時候 你可以從下面按右鍵直接選 這樣大概了解意思 所以 其實我們做那個 小木屋裡面的格樓 其實你就可以像這樣做 你要擺 就放一些東西 或者要放床 就看你自己 旁邊這邊呢 要不要圍起來 就看你怎麼圍 不然掉下來很麻煩 好不好 這樣子 樓中樓 有沒有概念了 可以嗎 所以我想 這個部分呢 各位你可以先 稍微試一下 看看 會不會成功 最重要的概念 其實 我們今天講的 不管是增加樓層 增加樓中樓 還是 一般的樓層 最主要就是你要會看 所謂的高層 地下室 一般樓層 樓中樓 都是跟 高層有關係 因為他決定的就是你的 地板的 開始往上蓋的那個高度 你決定好這個高度之後 你所畫的 房間 我畫的牆壁 就會由這個高度開始往上 這樣 給各位稍微一點時間 練習看看喔 好不好 五分鐘五分鐘 試看看 有問題的 你可以提出來喔 好吧 有問題的 好嗎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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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